那我在今天就是 尤其在之前我稍微有準備一下 好像有到有一些引擎 或是要讓大家可以在他們開始演講之前 要有一些想像 可是我這樣聽了一下你們的背景之後 我發現我可以不用講了 因為大家對這個主題應該都已經有什麼準備 或是有什麼想像 那麼就我等一下很快就把時間交給他們兩位 那在他們正式開始演講之前 我還稍微簡單再介紹一下 兩位講者 然後我就沒關係吧 就這樣子過來 Brian就是剛剛已經有很多朋友都來 而且他之前也有來過 4.95演講過 所以他對這個場子也是蠻熟悉的 那麼Brian他是 因為剛剛我要拿在手上 因為要幫你宣傳一下 他自己有經營一個破土的一個 文字的一個媒體 然後他每天都用英文 就是寫關於台灣的議題 那這是能量非常的驚人 然後熱情也非常的驚人 然後這個等一下就把 就是你可以多講一下你自己的那個經歷 然後呢 這個是他們那個破土的這個媒體 拿三年來的 就三年的紀念 所以呢 他們有就是把一些文章做幾件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也可以跟Brian購買 然後可以當作是一個贊助 因為大家都很辛苦 然後呢 Peace大家也就是也熟悉了 那他是在從2012到2017 然後在台灣 你看他等下他們中文都很好 然後也是因為對台灣都很有感情 然後也陀入很多的驚險 然後2012到2017之間 他是在ICRT有個節目 也是每個禮拜有TowerTalk還有Towerless Week 就是他們就是針對台灣的議題 當然有朋友是想要了解他們怎麼樣 怎麼樣討論台灣的議題 他到底是對台灣怎樣的意識 還是怎樣的東西 不要緊我再幫你 不要緊 你會說嗎 蛤 你會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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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我會說 我會說我會說 我會說一句 你會說我嗎 好 好 好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你們兩個 等一下呢 會怎麼樣進行呢 我們現在大概25分 等一下他們兩個會有 會有一個slide 然後他們大概講到8點左右 那你之後呢 Brian會 他準備 他很用心 他今天自己準備了10個問題 然後這10個問題 不是為你不是他 又不是問你 那 我們剛剛跟Nurray過 那就是 如果在Nurray的中間 你們也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大家一起提出來討論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今天的人事 我覺得很剛好 就是很有機會 可以大家多一點點的討論 那之後 剩下的時間 我們就完全用現場的 一個路透的一個形式 OK嗎 好 那我們就 歡迎兩位 那我先開始好了 大家好 我是Brian 然後獲得就是 New Blue 我是2014年發展的一個媒體 是 大概 我們都是 time-washing的參與者 然後 我們就覺得 病流後 我只想 連接到國際世界 所以我們就開始 一個雙語的媒體 然後是 英文中文 然後我們只會 維持了三年 然後我們真的是 沒有資本的 然後真的 以後想做 crowdfunding 然後就轉不快 可是 我們維持了三年 然後每天就有文章 然後我只寫台灣的政治 然後台灣的 像社會新聞 然後 這樣 就想連接台灣到國際世界 然後我們連接的國際世界 要打完 你好 首先要說 這是我第二次做中文演講 所以 就算一種虐待 但是我覺得 這種虐待 是應該的 因為我在 iSKT工作的那個時候 我做了那麼多 英文採訪 然後 比那麼多台灣人 做 英文的採訪 所以 我虐待了那麼多台灣人 所以現在是 應該的虐待 謝謝 謝謝你們來這裡 我 對 他說的都沒有錯 我來台灣 2012年 本來是為了學中文 那個時候 我也得了一個獎學金 所以 謝謝你們的政府 給我一個機會 來台灣 希望我們講完了以後 你們不會覺得 你的政府幫 費你們的錢 然後後來 因為我發現 那個六個月 我 我念那個十大六個月 然後學中文 然後我發現 六個月不夠學中文 所以 我教一下英文 然後我發現 沒有很喜歡教英文 所以 我要找新的工作 那 剛好 剛好ICRT有一個空位 所以 我 打給他們 然後 對 就是 剛好 一個禮拜前 有一個人辭職了 所以 有一個機會 跟他們申請 然後 後來 上台了 然後 最近 三年半 都努力做 英文節目 我台灣的新聞 對 就是這樣 謝謝 我們 我們今天要來辦 因為是Kith 下個禮拜 離開台灣 所以是報索自己會 對 可以問他一些 問他幾個問題 對 對 都是他害的 好 回去 Anyway 對 好 那我們 一開始 我們要首先 講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要一個具體的做法 所以 我們要首先 討論一些英文 關於台灣的英文報導 所以 我要開始 這個有 太難了 OK 好 這些報導 都是在台灣裡面的報導 我要提這些的 我們今天的議題是國際媒體怎麼看待台灣 但是 因為我最近三年半 我做的節目 我的觀眾 不是外籍朋友 我的觀眾 都是住台灣的人 無論是台灣人 當地人還是 住台灣的外籍朋友 大部分是住台灣還是住過台灣的人 所以 對我來說 這些是最主要的英文媒體 我每天上班的時候 一開始 我會 打開電腦 然後 講一些這種文章 然後 從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 這些文章 是大概最近三年都 就是 published的一些文章 所以從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 台灣的每一個當地的議題 都會採訪到 都會討論到 就是說 就是說 超過400 Gogoro GO Stations 現在在台灣 非常當地 如果你要知道 某一些台灣的話題 你應該可以找得到 這個 台北日報 也有一個 中華 Post 增加了 i-post 1,000 Birthplace of Austronesians is Taiwan capitals tai-dong 是前歷史的一個議題 所以各種議題都有 conductor left behind by bullet trains 台灣 所以是比較好笑的一些議題 然後 這個 我覺得蠻特別的 只是 如果你看不懂 我不會解釋 因為我都不好意思解釋 但是 這是一個真正的報道 這個在 台北日報 大概兩年前 這個作詞 是我的朋友 所以 這是一個真正的報道 我聽了這個 不是因為我很噁心 而是因為我要你了解 如果你看到 當地的英文媒體 什麼議題 你都看得到 就 這個議題 你也看得到 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 其實好像 那個 那個 台北日報 他們會排一個 記者去醫院 然後每天 他們會有一個記者會 然後他們會有一些醫生 解釋一下 喔 我們最近有什麼 奇怪的案件 然後 我們要鼓勵民眾 要比較關注 哪一個方面 哪一個方面 然後我們有個 這個例子 只是那個一拜的例子 然後 如果你現在還是不懂 只是演講後 跟我問一下 我可以幫你解釋一下 所以 重點是這個 重點是 如果你住台灣 然後你很努力 要了解台灣的狀況 了解台灣的議題 還有新聞 你可以做得到 就算你不講 你看不懂中文 還是 什麼中文你都不會 你還是可以了解 所以那些資訊都在 但是問題是說 如果你不住在台灣的話 那 第一個 你不會知道這些 這些媒體存在 第二個 很不方便 因為 很多這種文章 他們不會寫背景 這個議題有什麼背景 這個故事有什麼背景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 你會看到 昨天發生了這個 然後他說了這個 他說了這個 他說了這個 你都不會有什麼意義 你都不會知道這個 為什麼是有重要性 所以 對外籍朋友來說 就是 完全沒有用 但是 如果你看 比如說 Reuters 還是 AP AP比較少 但是 看Fords 他們很常會利用台灣的 當地的英文媒體 所以 還是會有影響 然後 然後 台北日報 真的會影響到 那個華盛頓DC的那些 那些 think tanks 他們真的會關注這個 如果你看 他們的一些演講 他們會直接 reference 台北日報 所以還是有影響力 但是 有一個小小的圈 才會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一個 是一個很重要的 要了解的一個部分 嗯 再補充一下 就是 台灣只有這四台 比較大的 主流媒體 所以很多台灣新聞 就是 很靠這些四台 然後 我之前晚一點 我也可以葬哥一下 就是 像最近很多 英文媒體有縮小 像那個 好 好 好 OK 中國的油包 現在人很少 然後我聽說 台北日報 也在downsizer 所以是在見人 所以這可能有一個問題 對於台灣的代表性 在國際媒體 以後有一個 騙人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次 指台灣的當地媒體 是我自己的理解 台灣的當地媒體 有時候 他們不知道 他們自己的重要性 因為他們以為 他們寫的 可能只是 住在台灣的外國人 或是 會英文好的台灣人 可是他們真的影響到國際媒體 是蠻深的 然後 對呀 現在很多可能是 比較 比較日本媒體 現在認為 像蔡英文上台的時候 他們可以 不像很多人 所以 剛才開始知道 他們真的還在影響到 國際世界 怎麼看台灣 對 然後沒錯 像我覺得 我覺得 像是 當地的英文媒體 或是台灣媒體 真的蠻常會看到這種文章 像你看 C210報也很好 看著說 寫得是蠻 蠻層級的 對 所以我覺得 這些 像 你看這些 是國際媒體 像 Force 或是 這是哪一個 Reuters Reuters 就是 看這些 是國際媒體 然後他們怎麼寫台灣 有的時候 也是有點 在 可以 exoticize 就是說台灣 好像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像 Strange 就是說 臨場左右 好像在一個電梯 碰到 懷了 然後就說 好像台灣政治那麼奇怪 什麼 黑道還遇到 以前的歌手 歌手是想要當成 很像是想當成這種政治人物 然後台灣是多麼奇怪的地方 所以看到就是 國際媒體會擺人台灣 是這樣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 國際媒體很常 寫台灣是跟中文有關 所以就是 Three advantages China has over Taiwan 這個國際媒體 是蠻常常在做對比的 是台灣和中國 然後 如果看到台灣這個詞的話 可能一定 那個文章一定會看到中國的詞 對 他說這個 應該是一個重點 就是 就是 如果外籍媒體想到台灣 他們 也會想到中國 就是 因為 對美國人來說 他們 他們覺得 就是 主題 他們 他們應該 每個國家 只會了解 一個部分 就是 一件事情 所以 譬如說 France 他們會了解 他們 在 現在 就是 他們的科技是怎樣 怎樣 還是 中國 中國現在 他們的經濟發展很快 還是 日本 他們的經濟 最近經濟 就是 每個國家 他們只會了解一件事情 然後編輯 他們都是希望 即使會 如果他們提到一個國家 他們會學到 那個比較了解的那個部分 所以對台灣來說 最了解的部分就是 中國 然後 兩岸關係 所以 如果 外籍媒體寫到台灣 他們一定會寫到這個部分 但這邊國家有一個不同的故事 然後媒體就是在唱 就是重複寫這個故事 然後台灣的話就是 兩岸關係 然後跟中國有大堆問題 想什麼 對不對 所以 這裡有個例子吧 就是那個 來幾個 你要不要說這個 我等一下給他們 你要去試一下那個 Ralph Jennings OK 好 還是 不要亂說 所以 對 就是 很多次 外國媒體 或是 國際媒體寫台灣的時候 有時候 戲演的不是那麼仔細 然後 有時候戲演是蠻誇張的 所以 Ralph Jennings很多人 很多人想罵他 他是一個 一個writer's的記者 然後 他每次說 他每次在對比台灣跟中國 然後每次就是 說中國是好 然後這一篇 就是那個 《Three advantages, China has it with Taiwan》 一大堆人就開始在 FD在罵他 因為 連那個 國二開戲 就是天安門的獎盃 也出現就開始罵他 一直說 他說一些台灣 他說中國比台灣好的時候 好像比較安全 然後為什麼比較安全 也是 共產黨在保護 所以還沒有自由 對呀 可是真的來說 真的很多 國際媒體寫的東西 又是蠻誇張的 然後 沒有人調查出來 是真實的 因為就是台灣 只有這個問題 當然大家都知道 是沒有太多人知道台灣 所以很多次 國際媒體寫什麼 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一貫 是不是真實 對 我覺得 聊到 Rob Jennings 然後這個 這個 中段 應該也要解釋一下 現在 最熱烈 抗議他 就是說 罵他寫不好的人 都是外國人 因為你們可能感覺不到 現在有很多寫blondes的人 都寫台灣的議題 有很多 很多 大概有五個六個是比較有名的人 但是還有很多 然後 很多那種bloggers 在他們的眼裡 他們都會覺得 台灣 被外籍媒體 說很 就是他們的分析不好 然後他們 解釋台灣的事情 都解釋不好 所以 很多他們覺得 他們的責任 是要批評那些 寫錯的外籍媒體 然後 保護 台灣的名譽 所以他寫這個文章之後 就是 他們都很憤怒 他們 非常非常的生氣 寫他 寫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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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可能台灣人 不會感覺到 有這麼多人 在關注這些議題 但是真的有很多 然後 我也有採訪到 那個Ralph Jennings 就 有這個爭論之後 我也有採訪他 然後 他的想法是 因為有這麼多 去台灣的 寫文章的 寫 blog的人 現在很支持台灣 因為他們都很關心台灣 他的想法是 如果你看英文媒體 幾乎什麼 台灣的批評 幾乎什麼批評 你都不會看到 所以他的想法是 如果沒有人在寫台灣的批評 那只是一個 忽略一些東西 你可能 你還是不會有一個客觀的影響 所以我要問一下 Brian 你記得 你對他的 他的看法有什麼 發現嗎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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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採訪的時候 對 那時候 很多人在辯論 看 真的 我認為 Ralph Jennings 他 我覺得有一部分 他是想看得多人 看他的文章 所以 這些東西比較有 並論性的 只是韓國人來看 然後當然也是寫台灣 只有寫台灣話 就是不寫中文 沒有那麼多人 在看一些文章 所以 所以 可是 但Ralph Jennings 我覺得有時候 他就有點在編故事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我覺得 對 有些 像 我知道Jennings 在後面也太人說出來 他罵很多人 很激烈 然後 那時候 對 所以 也可以說 這是網路媒體的時代 這是網路的時代 所以很多人寫像 Vlogs 然後 像網路媒體的Vlog 真的沒有差太多 現在我覺得 我認為是一個現在媒體的趨勢 現在看了很多媒體 很多 很多大平臺 像Gogger Media OVICE 他們是真的很大的媒體 然後這個影響力很大 他們就在網路 所以 真的 這看得出來 現在 像 國際媒體 或者在台灣寫英文媒體 那些媒體 就是 像剛剛那個大四個 那些媒體 他們就是 他們以前都是報紙 有些現在就在網路 所以他們看得出來 他們做的是比較傳統 所以他們不會有什麼聯繫 不會有什麼圖案 什麼這些 像William 也是在Cat-1 Media Cat-1 Media 其實那個Cat-1 Media 跟Porge 就是網路媒體 然後我們還有幾個 所以 在這個 對 可以看出來 每個改編 所以 你同不同意 他說的 很多 駐台灣的機制部 很怕 寫 不正面的文章 真的 我也覺得沒錯 我覺得可以寫一些批判的東西 像 台灣對暴動 什麼這些 然後台灣當然是負面的地方 所以 很多次我覺得 像有些人在罵的時候 真的 想保護台灣 也就是 台灣有一些改批判的東西 才可以更清楚 嗯 對 實際上我覺得他寫的有點 呃 有點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哈哈 哈哈 但我覺得 很值得看 因為 這片是值得看 因為去年有點奇怪 哈哈 就比較尼包的話 對 就算去年有點奇怪 但是 我還是覺得 他的話有點大零 這個想法 呃 剛剛有沒有人提到啊 就是問我有沒有住過中國 肯定有住過中國 呃 一個 一個 大概是個禮拜 我沒有住過 不過不是玩過 可是我沒有住過 可是像Roth Fiennes的話 像你做很多 寫英文的媒體 很多記者 他們本來是在中國的 然後在台灣 或是在香港 或是哪裡 所以他們怎麼看台灣 看台灣是 有受到中國的影響 然後我覺得 Roth Fiennes看得出來的 然後所以他只會決定 介紹做了對比 或是認為 像 他 從看台灣的角色來 是會被中國影響 然後另外只是很多 我真的在台灣 在 住在台灣的 英文記者很少 很多就是 住在北京啊 然後從那邊寫 所以當然他們怎麼看台灣 是 因為受到中國的影響 嗯 那 其實我很好奇 因為 有時候 我跟我的台灣朋友 解釋我的節目 就是 喔對 我們會 提幾個 台灣的新聞 新聞議題 然後 邀請幾個 外籍媒體來討論一下 如果你沒有聽到我的節目 就是 叫做 台灣 其實到現在 不可以說是我的節目 因為我等一下要開 但是 之前是我的節目 然後 我跟台灣朋友 解釋這個 這個節目 有時候他們會說 欸 有一些 外國人在討論台灣新聞 感覺有點怪怪 所以 我 我很好奇 你聽到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外籍媒體在討論台灣 你會有什麼 意見 還是會有什麼 懷疑 問我嗎 對啊 欸 我沒有 還是你要當支持人 是因為你要回答問題 沒錯 我可以再現場 OK 好 等一下再問 那你還有 聊到外籍 OK 這是兩個例子 像 台灣平常是會被關注 被國際事件被關注 是有大事情發生的時候 答案是 國際媒體突然 很多罪開始寫台灣了 所以就是 蔡英文跟川普 內通的電話 像最近的另外一個大例子 就是 同學婚姻通過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 就是 有時候寫台灣 在 像有時候要看一個故事 是誰了 像有時候需要介紹台灣 也就是很多 像 很多 很多故事可能是 沒有關注台灣 然後可能是外國人 然後 有這種大事情 他們在Google 在尋找 台灣 什麼 Trump 然後 可能會看一個網 或是什麼 然後 所以我覺得 寫英文就是這種 這種 像一種 長期的矛盾 其實有時候 需要寫的是為了 動台灣的 或是比較熟悉 或是完全不要台灣 然後 很多次 就是像 台灣的媒體 可能這寫的 沒有寫太多背景了 然後 就寫現在 什麼新聞發生的 什麼什麼 然後 所以可能 有點難了解台灣 對啊 特別有 對 對 這些新聞 應該是 三個月前發生的 然後 這個不是 那個原本 原來的那個 採權分考 不是那個 只是 後來 Roydors有採訪到 那個 採總統 然後 他們 也有採訪到 川普 然後 他們都採訪到 那個 phone call 嗯 Reuters 那個機制 他 他又順便問 欸 如果有機會 你要再一次 跟那個川普打電話 他 他用一個很委婉的說法 他應該是說 嗯 有機會 可以 然後 他又問了 Trump 欸 你會接受那個 那個電話嗎 然後他說 嗯 到現在應該 其實他應該有說 如果 習近平允許的話 我可以 還是 他的回答有點怪怪的 但是 他們 他們用的 代表是 Trump spurns Taiwan president suggestion of another phone call 就是 翻譯到中文 就是 川普 總統 只是 建議我們應該再一次 做一通電話 沒有什麼建議 蔡總統沒有做了什麼建議 所以 我覺得 這個 title 有點怪怪的 嗯 但是 如果你 從記者的角度來看 這個比較有道理 因為他知道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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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衝突的話 沒有人會要看 然後 如果 跟 中國沒有 沒有 相關的意思 也沒有人要看 所以 他要用 就是 他要盡可能找 中文 中國的一個 angle 中國的一個 angle 中國的一個 angle 對 這樣子 對 你可以解釋一下 對 所以 我會說 我覺得 像 媒體一定是需要有看 如果沒有人看 一定就賺到錢 所以 媒體也需要存在 然後 所以 所以有時候就看中 對我來說 可能看起來有點誇張 我這樣看起來有點 不什麼 客觀的 可是他們不需要有看這篇文章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對 所以我覺得一定 就是不應該認為 媒體 這樣自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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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 個人的看法 只是我不認為媒體 可以跟市場分開的 因為 媒體是需要市場的一種行業 對 然後 如果你看他們的文章 其實 他們的資訊 好像都很正確的 但是 只是這裡才會比較誇張 所以 如果你看英文媒體 你就是要小心一點 可能 那個 那個 例 那個 會有問題 但是 其他的部分都比較好一點 就是 會有一些 某些部分會誇張 但是 基本的資訊 都是正確的 普通一點 就是那個 平常是編輯選的那個 標題 並不是記者 所以有時候寫那個文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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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沒錯 所以那個標題就是蠻奇怪的 對 所以有時候罵記者說 他為什麼寫一個蠻文章 真的是他看表情 有些 滿場是不是很公平的 我們在國的節目 討論這個議題 那個 剛好有的 那個 Ralph Jennings 他有罵不明記者 他說 誇張一點點也沒有錯 對 美國人的感受 對 對 這是林菲伯和沙威廷 然後 居然寫了林傑森的文章 所以我是覺得 像看國際媒體 或是 英文媒體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 像我自己是韓國人 所以我可能是 在中間 最後我還是沒有問 其實我覺得很多次台灣人 他們自己的看法 沒有在國際媒體 因此 國際媒體 有的時候會採訪 然後可以在文章裡面 有被看到那邊採訪 其實台灣人寫 他們自己的看法 在英文我覺得是很少的 所以我覺得 像川普那時候 那個內通電話的時候 然後 是稱為廷林菲伯 然後林傑森 寫不配文章 就是回應的 像我覺得這是真的蠻少看到的 然後 像我 之前內通電話以後 我也是在 WASHINGTON POST 跟那個 蔡視障車就是那些人 陳芳森他們 一起寫一篇 然後 也就是 像是 代表台灣人的角度 怎麼看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 這是有點困難的 像上次在哲務 也講出關於這篇文章 因為 那篇文章 就說這不是客觀的 只是你很主觀的 只是因為你會是台灣人 你會這樣說 可是 就是 也會用這種說法 只會把台灣人的看法 都會被代表在國際媒體 然後我自己認為 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好 到時候 到時候可以再討論 就是我說的那些 那些 bloggers 常常批評BBC的 對台灣的文章 但是 我覺得 這種 這種 文章 我覺得是最需要的 因為他們寫到了 跟政治 其實 不是 稍微有關係的 但是 比較 跟台灣實惠 跟台灣 真正的生活 有關係的 其實 如果你去台灣 這些議題 你可能 有看過 我覺得 對我來說 一個非常重要的規則 是 如果你的 你的 你寫 某一個國家的報導 就那邊的人 他們不會認得 裡面的國家 那 你的文章不好 就是說 如果 當地人看你的文章 然後覺得 欸 那個國家 就是我的國家 那你寫得好 但是很常你會發現 如果你寫一個台灣的文章 然後說 喔對 每天都會有 跟 跟 中國有 這麼大的衝突 然後 習近平很生氣 蔡總統很生氣 大家都很生氣 你看那個 你就會覺得 跟我的生活 沒有什麼關係 我去台灣 我不會遇到 這種 不會遇到 什麼生氣的人 不會遇到這種 就是譬如說 最近 有那個 如果你有問 美國人 在 南韓 在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都會說 喔不對 差一點就會有一個打戰 然後 大家應該很恐 每個事情都很恐怖 然後 但是 站住那裡的人 他們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害怕 他們 他們 只是 繼續生活 所以 我覺得 如果你寫一個文章 真的 要有 那個國家的 要代表那個國家 真正的生活 真正的社會 所以 我覺得 其實這些BBC的文章 雖然他們的遺體 比如說 那個 Meatball Sweetheart Shaming the Fat Shamers in Taiwan 他們提的是一個 YouTube頻道 那個頻道是兩個女士 然後他們討論 在台灣 如果 你的 你的 身體 不符合 就是 主流的標準 你會 出什麼問題 你會 面臨什麼問題 然後 雖然我覺得 這是一個 YouTube頻道 然後 YouTube頻道 沒有很大的重要性 但是 我覺得 從這個文章 你可以 接觸到 在 台灣 一個社會 現象 然後 他們 找了很多辦法 可以讓 啊 住在 美國 還是住在 英國的人 了解到 台灣的某些部分 我覺得這是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如果我們前天 只看到的是 政治 還是 經濟 還是 我們會 為 這個國家的人 就是 沒有別的 他們沒有自己的 生活 沒有自己的想法 沒有自己的問題 沒有自己的問題 每一間 在台灣 每一間問題都是政治問題 但是 並不是這樣 我們不是每天 討論到 政治 可能 可能 布萊恩會 可能 寫 那些 blog 的人 也會 我也會 但是 是因為有人陪我 才會 大部分的人 不會 這樣想 然後 我覺得 如果 對美國人來說 台灣 是這麼抽象 的一件事情 那 不好 他們 他們 他們的 想法 對 別的國家 他們的想法 就算是一個 公式 是一個 他們會用 這個 來判斷 後來 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不會 會 了解到 其實每個國家 有自己的特色 有很多人 面臨自己的問題 所以 我覺得 可以 可以用這些 文章是非常重要 那 當然 不是每一個文章 都可以 討論到 社會 現象 但是 我會覺得 既是 要盡可能 可以 更好 討論這個國家的 背景 這個國家 的人 有什麼 什麼 就是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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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慮 譬如說 如果你有看到 特朗普 蔡 封口 那個時候 你不會看到 台灣人對這個議題 有什麼想法 幾乎不會 那 幾乎不會看到 但是 我覺得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了解 台灣人 對這個議題 有什麼想法 就是 基本說 不會 解釋為什麼 蔡總統 做了這個決定 對 所以 我覺得 外籍記者 要盡可能 寫到 這些議題 然後 有時候 不要 不可以怪記者 有時候是 電機 有他們自己的 自己的 標準 但是 我有認識 好多好多好多 駐台灣的機制 他們 會跟 他們的 編輯 打架 對 所以 我要 所以我要 佩服他們 就是 像 講到這個 我要誇獎 那個 Chris Horton Chris Horton 是寫 就是為了很多 外籍媒體 比如說 New York Times 他會寫很多文章 然後 他 他真的會 如果 他覺得 他的編輯 不會讓他 寫進去 一些 比較 重要的 事情 他真的會跟他的 編輯吵架 所以我覺得 這種行為是 很重要 很佩服他 你有什麼意思 好 我現在有 下一個 可以 這是 這是 這個 所以我 選這兩個 因為 真的看得出來 國際媒體 形容矛盾的 地位 最近在台灣 蠻多的 像Chris Horton 這篇文章 他說 中國 大中華 台北 這篇文章 也在 《紐約時報》 因為在《紐約時報》 寫的是這樣 自安裝人 開始奏回這篇文章 看起來 台灣 真的想要 追求 像國際認同 這是台灣媒體 對 台灣一直想要 像每次 國際媒體 報到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高興 對 所以我覺得 對阿 我覺得相反 可以看得出來 像國際媒體 真的影響到 我覺得台灣人 是要關注國際媒體 比較多 因為台灣真的是 被國際媒體影響到 像《Sake Goodbye for Taiwan》 這一點是 蠻有影響的 是說 台灣已經完畢了 已經被中國統一了 然後 另外一個 像《John Mirchard》 也是寫的 另外一個 是個學者吧 就是《QY》 《QY》 但是他們寫的是 台灣完畢了 然後是中國要統一的 雖然我看這不是現實 是國際媒體 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都不知道台灣 所以這樣的話 你看別的國家的政府 怎麼判斷 關於台灣的情況 他們可以一直看著它 所以我覺得 像剛剛我說的 我自己的看法 是我認為 比較多台灣人 應該是要偷 外國媒體 然後中國的媒體 像《QY》 或《NinFive》 和《QY》 因為這樣的話 就可以回應 像他們說 這些人的事情 關於台灣的 這樣的話 可以代表台灣的 限制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覺得 這也是我個人的看法 沒有夠多人 才關注過這些媒體 然後這對台灣有點危險 因為對 真的 如果中國創造一種 虛擬的台灣 所以已經快要同意的話 真的 只是比較容易同意 好 那其實 這些文章 不是文章 網頁 這些網頁跟台灣 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覺得 算是一個很好的 Model 我們可以來 觀察一下 他們現在 怎麼用 New Media 來介紹 可能 平常 看不到的一些議題 第一個 我要介紹一下 這個 YouTube頻道 The Japanese Man Yuta 這個人 就是 一個 一個日本人 然後 他的方法 很簡單 他就 在 東京的一些路 採訪日本人 採訪日本人 然後問他們一些 他覺得外國人 會覺得有趣的問題 比如說 從這裡 看到外 對 日本人 在日本 真的 說 對 日本人 在日本 還是說 其實這裡 你看不到 但是很多 跟 跟 性 有關係 跟 性 有關係 有關係 所以他會 問 喔 日本 日本女生 真的要跟外國人 一起 Dating 他會問這種問題 然後 我 看到這個頻道 我覺得很特別 是因為他的方法 雖然非常簡單 然後 他 他會問這個問題 然後 Loot那個採訪 然後在下面 會做一些 英文字幕 非常簡單 這個做法 非常簡單 但是好像 非常受歡迎 他的 Subscribers 一共有 400,000 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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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 Follow他 所以我覺得 雖然很簡單 但是很有效率 所以你超過 台北時報 對 其實這是指光 希望他們 不會 聽到我 說很多壞話 因為他們的網站可以看到 對 最下面 可以看到 然後是最多人 看的 英文媒體的採訪 對 對 所以 我有採訪他 因為我覺得 這個很有趣 然後他跟我解釋 他覺得 平常 如果他看到 外籍媒體 聊到日本的議題 他們 都會 找到最 荒謬的部分 然後用這個 荒謬的部分 代表 日本的全部 比如說 大概 前面 你會看到 很多文章 寫的 是 日本人 現在 不 教訓 沒有什麼 教訓 然後他覺得 這個很荒謬 然後 因為他的朋友 都是 他也是 他的長 就是 他沒有認識過 人 不是錯 所以他的重點是 呃 不好意思 呃 他的重點是 呃 外籍媒體會找到 可能 呃 比較特別的人 然後 可能 你在每個國家 可以找到 比較特別的人 然後 採訪他 然後他們就會 代表 全部的國家 呃 還是說 他們會用 推特 然後從那個推特的一些 最 最 荒謬 最有特色的一些 Twitter 就會說 哦 全部的日本都是這樣 呃 所以他覺得 如果 如果他可以採訪到 真正的日本人 呃 讓他們用自己的聲音 代表自己的國家 那 可能 呃 別的人會多了解日本 然後 後來 這裡有效 這裡有效 呃 因為這裡有人 感興趣 所以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聰明 呃 我本來 我會以為 如果你直接播出這些採訪 沒有人會感興趣 因為 就是 有一些採訪 集合在一起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 40萬 很不錯 我覺得 然後 這個Asian Boss 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 一個 呃 努力的公司 我覺得 他們 主要的在 日本 但是 他們有時候 會聊到 韓國 也會聊到 呃 呃 呃 的議題 然後 他們用 類似這個方法 他們會 在南韓的路邊 採訪一些 韓國人 就是問他們的意見 呃 議題也很像 然後他們差不多一樣 收換 四十萬人 在關注他們 呃 所以我覺得 從這兩個頻道 我們就可以發現 其實好像有很多人要 多了解亞洲國家 然後 他們要用 另外一個方法 更了解台灣 呃 亞洲國家 然後最後 我會 聊到的是 如果 這是一個 播客 podcast 他們是 全部 都是 呃 他們的家人 都是越南人 但是他們不去 越南 他們去美國啊 還是歐洲啊 還是澳洲啊 然後 他們 他們 用網路 呃 就是 合作 編輯這個 呃 播客 然後我大概 一個月兩次 他們會播一個節目 就是 解釋 越南的一些 Current events 還是新聞 然後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們 在 各地方 但是還可以 合作 然後做一個 我覺得很不錯的一個節目 呃 他們的想法 就是類似 這個 YouTube頻道的想法 就是說 可能在外交媒體 不會碰到 這些很重要的 新聞 所以他們會 補充一下 用自己的努力 來補充一下 幫更多人碰到 呃 越南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 的 新聞 呃 對 然後 尤其是因為在 越南 做機制 有一些危險 所以 呃 只有從他們的努力 才會碰到 這些新聞 所以我 呃 重點就是 我覺得 因為有那個 新媒體有那些 新媒體 我們的機會 做更好的 採訪 更好的 更好的 呃 coverage 有很多 嗯 的確有很多 就是譬如說那個是 Bloom Fryan 也是新媒體 然後 沒有他的話 應該會有很多 台灣的新聞 不會有一個 英文的 source 可以來 解釋 某一些話題 嗯 嗯 對阿 台灣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樣 可以解釋嗎 對阿 因為我覺得 是蠻多 蠻多議題的沒有 因為我覺得媒體 寫英文的 是蠻小的 就沒有太多資源 所以在台灣 台灣是當地媒體 所以很多東西 很多話題都被寫到 然後雖然 跟台灣人在台灣這個東西 都沒有被寫到 然後雖然是新媒體時代 我覺得 有點難 因為就是媒體 像做這種東西 有時候是 是要資源的 所以像媒體公司 要做的話 當然是蠻難的 但是新媒體 就有幾個網路媒體 像Nubly 我們是Portrum 然後Categoried Media 然後還有是那個 台灣Sentinel 就是J-Micro-Code 可是這人來說 我們做的 像說新媒體 如果做的像影片 或是什麼Podcast 或是什麼 做到什麼很 很Visual的東西 這些我怎麼都可以做得到 我只是用 我們是大粉絲 來靠文字 因為 這是怎樣 因為我們是沒有那麼多資源 然後不太可以做很多東西 然後 像我看傳統媒體 像Type Times 台北時報 或是什麼 Focus Taiwan 或台灣新聞 他們是傳統 他們本來是種報仇 所以他們是不會想 我們走這個路線 你看他們網站 就知道網站 有點難用 然後 所以怎麼Codex的問題 其實是有點難 因為有一方面 是台灣媒體 像傳統媒體 是蠻保守的 然後 英文媒體也是 因為 因為我覺得有另外一個混混的 就是很多英文媒體的一些公司 他們真的是 是一個台灣人 報紙一個分布 像台北 台灣主席 台北時報 他們真的是在自由時報下面 所以 他們真的是自由分布 然後有時候他們 報索的政治 在台北日報工作 是因為他們覺得 在台北日報 比較會有自由 所以 就算 英文不是他們的母語 但是他們還是會覺得 嗯 在這裡工作 還是會有更多的機會 採訪到 我覺得有趣的 然後 對 好像在台灣 很多電機 還有很多媒體 他們的權利很大 然後 如果 記者有不一樣的意見 記者沒辦法 發表他們的意見 嗯 然後 我也會說 像 如果沒有台北時報的話 台灣可能是有些困難 因為 像是 中國郵報官教師 他們是 雖然他們如果蠻反對 很多他們的看法 因為他們是比較懶的 哈哈 他們只是 最少只可以說 台灣有兩個英文的報紙 然後 只是 台灣還是一個國際的國家 然後 如果是一個報紙的話 那個報紙關掉的話 那我就不太知道 然後 我覺得 我真的認為 在台灣 很多人沒有知道 像 像 像 英文的 雖然沒有那麼多人在看 有時候不太知道 這個重要性了 然後 太被時報了 對啊 對 最後要說的是 很多ICRT被批評 我們是 騙男還是 騙女還是 騙什麼 我要 保護ICRT一下 就是說 騙什麼 你 其實 需要很努力 你需要 每一個文章 寫得很清楚 為什麼 藍色比較好 還是 魯斯比較好 還是美國比較好 我們 沒有那麼organized 說實在的 如果你要騙男的話 你需要非常非常努力 然後 我們 我們 沒有那麼多時間 不是因為 我們 不認真 就是因為工作太多 所以我們 沒辦法騙什麼 所以 不要以為 還有 如果你看到一些 FORMOSA 應該 這裡的人不會知道 FORMOSA 但是 有點像 有點像 PTT 對 討論ICRT 還是有一些人 會覺得 ICRT就是 美國的 CIA 的一個 一個 一個Front 就叫Front 對 就這樣派 派人 對 私下 我們真的是CIA 我還有說一下 如果我們是CIA 我們的薪水應該會更好一點 對 還好 如果我們是CIA 我們也應該 嗯 就是 會更organized 一點 我們是很沒有效的CIA 是重點 如果我們是CIA 是很沒有效的CIA 對 對 我也會說 因為PORT 我們要想新媒體 所以 沒有什麼資本 可是傳統媒體 有他們的重要性 然後 因為新媒體 我認為 像寫的英文的新媒體 它會長得更大 因為這個市場有限制 然後 真的 這要吸引到更多的讀者 我覺得有點難 所以像PORT 我只想說 比較多反應到中文 因為我知道 英文的市場已經不是那麼大 然後 我覺得 像文學的成長已經有開始的問題了 所以我就是可能想要 雙方語言更多的內容 嗯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英文的市場 就是要記得 有一種本質性 就是有限制 因為 對啊 沒有那麼多人會看 太好記憶的英文 嗯 好 OK 這樣再來 因為它有些 太好 是嗎 沒有做QA 對啊 因為我本來有些問題 是可以自問 對 所以我本來沒有討論到 我就怕完那個 Size 可能是沒有討論完 然後我就沒有什麼 可以懂我自己討論 嗯 OK 感覺我們也是沒有什麼歐日男 就是 哈哈 對 之前 我們剛剛之前在一開始 在一開始之前 有稍微討論過 我們的進行方式 那本來 剛剛有提到說 Brian他自己有 準備了十個問題 要自問自答 那在這個十個問題之前 我會不會也想 我來問一些問題好了 或是讓大家也稍微 就是回顧一下好了 剛剛你們的那個 slides裡面 其實主要就是你們 對於其他的媒體 或是甚至其他的blogger 的一些評論 還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報道的評論 可是其實如果 不是我的話 我今天比較想要聽聽看 你們兩個個人的經驗 就是你們在台灣 呃長期的耕耘 然後在媒體裡的一些 一些投入 然後你們自己 是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或是說 當你們作為一個 在台灣的英文媒體 或是作為一個記者 當你們在報導台灣的 相關的社會 或是政治事件的時候 你們又是怎麼樣來報導 或是你們會考慮什麼樣的一些因素嗎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一些 比如說外部的因素 比如說 編輯的因素啊 或是說是 中國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或是說 市場也是一個考量的因素嘛 那你們自己呢 你們自己個人在報導的時候 尤其是如果今天 因為很多人只看了 我們的那個 活動的那個宣傳業 才過來的嘛 那你們可能也知道說 Brian跟Kiss 有一些相關的背景 比如說他們當初 對於紅仲秋的事件啊 對於318運動 或是對於台灣的大選 還有 昨天才做過 對於林泉下台 然後賴清德 賴清德接了 接了新的行政院長 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你們自己通常是怎麼樣去取捨 你們在報導的時候 你們自己的經驗是什麼 那你們有沒有遭遇過 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困難 你們想要聽 我想要聽聽看 屬於你們個人的經驗 那我開始好了 對啊 破除了318也要整理了 然後我們的成人就是 318的參與者 或是有些是在海外 留學生的相關的 屬於軍事運動 所以我覺得 我們是有我們自己的 可以說我們有我們的偏見 然後我可能是比較左臉的 然後我們就是主派的 所以很多人也有時候有 批判我們說我不是那麼 客觀的 然後我是主派的 可是我認為政治是這樣 政治 你說你是客觀的 真的是你主派的看法 然後你有多自在扮演 是客觀的 所以我寫新聞 像我會說謊 像有一天遊行 我可能支持這個遊行 像什麼 可是可能沒有那麼多人來 我不會說 我給一萬人來 我會說沒有什麼人來 所以這樣 我不會說謊 可是我有我們自己的看法 然後我覺得 這來說 我看的過我主流媒體 我覺得他們有點 不是那麼真實的 因為他們真的有他們自己的偏見 是會說出來 然後我覺得台灣真的有幾種問題 像看的媒體公斷世界 然後怎麼克服這問題是滿難的 真的看歷史 看台灣寫英文的報導 很多是騙國美黨的 因為 這國美黨是政府 所以他們可以有 對於英文媒體的限制 所以長期看台灣的歷史 有什麼問題 然後有一方面 這個還沒被克服 因為 很多這些很有經驗的記者 像跟 他們那些公討 他們的contact 都是一線之類 他們可能在台灣 然後很多支持 沒錯他們是國美黨 所以也有這種問題 然後 我可能寫的也是從我年輕人的角度看 然後社會英文的角度看 像世界 因為 我覺得就是 台灣新聞 特別的英文現在是缺乏這個東西 然後38以後 現在三年了 不是 我還是要維持這個角度 然後 對啊 你要再問一下 你的 你信息器文章的環境是怎樣嗎 因為 他的房子真的有點可怕 以前我住在一個小房間 然後沒有放過 我自己一個人在那邊打文字 對啊 然後我平常真的問誰 所以我覺得 像我是一個沒有資本的一個媒體 然後很多是人所靠的 所以我覺得 是在哪維持下去 可是我覺得 像看 他有問到市場 像 擴出平常會受到市場的問題 像 擴出市場的影響 因為我就是 沒有在賺錢 所以我沒有廣告 然後 以後我們想要付款 可是 還沒開始 因為 因為有人 遇到我們 像政治人物 可是我只不曉得 我有政治條件 然後 有人會 我會接受政治條件 所以有時候就是要接受這種情況 像這樣 然後 剛剛談到了 媒體就是一定有私人的環境 嗯 所以他 不這麼多努力 回了台灣新聞 然後 對 他 他有 在年初一直在播 他的房子有什麼問題 聽起來真的很可怕 他一切都已經水了 然後 然後 沒有熱水啊 什麼的一些 對 對 好 那 我的話 我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 我會覺得 因為ICRG是台灣唯一的一個英文電台 所以 然後 因為我們沒有 比如 我們沒有什麼競爭者 所以 有很多機會 可以做新的節目 你就是要想 出一個 在美國他們有那個 所以 我們就可以做那個 因為 本來在台灣不會有 所以 我覺得 在ICRG我最主要的責任 是要把 台灣的新聞 然後幫 外籍朋友 更容易了解 這個議題為什麼 是重要的 然後 這個議題的 細節是什麼 所以 我 我每個節目 設計的時候 都 都 會 從這個角度來看 譬如說 台灣 這個星期 我是主持人 然後 有另外一個主持人 然後 雖然 我們很多議題都很無聊的 我們會 解釋一些 政治政策 還是一些 近期的政策 還是非常非常無聊的東西 但是我的夥伴 那個Gavin 他是一個英國人 他是 矮矮的 然後 他 他脾氣不好 然後 從你的聲音 你就可以聽得出來 他是一個非常生氣的人 然後 他每一句話都很誇張 所以 我覺得 因為他很有特色 所以我們可以比較容易 用一個比較特殊的方法 來解釋 台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每個節目 需要 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 就是 我說 我們一開始 就是 說的 就是 好像 台灣的 如果你 真的很努力學台灣 有很多 資訊 你可以 了解到很多的東西 但是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 我的節目 都要 讓 聽眾 比較輕輕鬆鬆的 來 發現 台灣的一些特色 然後 我是希望 我可以用 比較 有 興趣的方法 來解釋 比如說 台灣 最近 大概 二十年 語言 有一些改變 然後 可能有一些 當地化 但是 如果你不講中文的話 你很難 了解這個 所以 我覺得 很有趣 我之前 念的那個 師大大學 他們的語言中心 他們換了課本 他們 編輯的 製作了一個 製作了一個 一個新的課本 然後 如果你把 本來的課本 跟現在的課本 變化非常非常非常大 他們本來會 如果你聽到他們的課本 你會以為你在北京 他們 他們的北京口音 真的很強 然後 聽到新的 哦 原來我們在台灣 台灣 口音 比較重 然後 我有邀請 他們的 那個 那個 製作那個 課本的人 邀請他來解釋一下 然後他很樂意解釋 就是 嗯 對我們的 我們的政治 狀況 有改變了 所以我們要 追之這個 這個改變 而 寫新的課本 啊 所以 然後 我覺得這樣會更有趣 因為 如果你聽到 大概 九十年代的 那些 錄音 因為他們也會放了一些 錄音 讓你練習你的 中文聽力 你就會聽到一些 非常 像 這裡有九十年代的 特色的 一些 節目 所以我 可以播出那個 比較有特色的 東西 然後 幫 聽眾 我了解 這個部分 我覺得 是 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在SRT 都努力找 這些方法 可以 讓觀眾 我了解 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 台灣的特色 這樣 有學問英文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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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把中文學會 這樣 還有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先開放好不好 讓 那個 那個 現場的朋友可以 有一些提問 有沒有人要 做這個問題 或是想要多提 什麼樣子 因為我是蠻好奇的 剛剛Friand說的 就是 感受到 英文市場有所限制 我想 蠻好奇的是 你是如何感受到 這個限制 是因為 例如說 駕往 站點 發覺沒什麼人 要來點擊 或者是說 廣告流量 足夠嗎 或者是怎麼感受到 這件事情 因為我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當然是很期待說 這當然是一個夢想 是希望說 能有越來越多人 能夠關注台灣 這件事情 我很好奇說 怎麼 發覺到說 英文市場是有限制的 像我只是看台北時報 然後看他們的點量 像看網站 真的不是那麼多 雖然是最大的 在台灣的英文媒體 這真的 我認為沒有那麼多 雖然有片文章 但是幾件的答案 這點 然後 這樣的話 真的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 破除的話 就是不能合福 因為我一定不會是變身主流媒體 我一定是個想像的媒體 我一定是個想像的媒體 然後永遠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樣 我就沒有太大的希望 我認為是一個蠻悲觀的人 是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就是這種問題 然後 怎麼克服這種問題 像P所 像Youtube 這也不錯 就是一種方法 就是要 方法連結台灣到國際世界 然後我找 像我已經三年了 我也是沒有找到 這麼好的方法 這些 寫新聞報 我覺得還是需要 再補充 像英文媒體學少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 真的 真的要很多人看它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是值得參考的一個問題 然後 自己給答案 你沒有問過 但是我還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本人也沒有限制 是因為 因為我 大概五點早上上班 因為我七點要到新聞 然後 我的老闆大概 十一點才上班 所以他管不了我 對 就是這樣 嗯 所以我覺得 對啊 很多次 像媒體上努力啦 有時候就沒有什麼回應 所以我覺得很多次 媒體就會覺得 沒有人在看 所以可以亂做 像Kid不知道你做很多次 你不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要做 像邀請那麼多人 就是在採訪 嗯 但是蠻混的 像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英文媒體 我只可以靠中文媒體 記得翻譯它 然後很多 有時候就所有的記者 像我覺得 我覺得英文記者 或是 我覺得台灣媒體 其實也不問題啦 像是Fill 這是現場 寫報道 我覺得這裡有很多 寫中文記者 然後 特別喜歡做什麼東西 所以英文的話 更不誇張 也是有些不一樣的問題 所以也是可以靠中文媒體 寫一些報道 然後做一些翻譯 然後 可能像面積一些文章 這樣子 就報 然後趁著自己在報 像當然我會說 也是這樣做 因為我沒有資源 然後不能去哪個現場 可是 對啊 有這種問題 所以 我覺得媒體其實需要一些改變 如果 對啊 可以引起序列的關注 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有問題 關注 當然 所以 我很好奇 你是說 你是希望 外界媒體會更多 關注台灣 那你是希望 他們會關注哪一個方面 就是 你覺得最重要的 外國人最重要的 了解的部分 是什麼 我覺得 今天你的 給我很多啟發 是說 台灣不是只有 跟中國大陸掛在一起 就是 不是只有政 也不是只有 立法院 因為從台灣會上 台灣 國際美禮大概 想得出來 大概是滿即可 立法院 健保 大概是這樣 那我會期待說 他們 能夠看見台灣的文化 文化層面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做的時候 雖然很廣泛 官方 官方 那些媒體去做 其實有些時候做出來 也不見得很好 例如說 而且也太 要說做作 也就是說 沒有那麼的真實 我也覺得 希望說 外國能看到 台灣的文化 以及 當然 個人的政治立場 就是希望他們能看到 台灣的國際地位 和那個酒精 就是真實的狀況 以及真實碰不到 風景 可以補充一下 像我也是看滿多 媒體想要寫的 就是台灣文化 是台灣的歷史 我覺得 這有時候有點反抗 他們怎麼寫的 因為我覺得 太多次寫的是 從一個觀光客的角度 怎麼看台灣 所以這些食物啊 牛肉麵啊 夜市啊 牛肉飯啊 這也不是台灣 這可能是台灣好吃的東西 歷史的話 也會說也會寫的 太近了 然後 還有滿多人 還有滿多 可能是政府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想要代表台灣 到國際世界 說 我可以玩是真的中國 英文保留 中華文化 所以我們來這邊吧 然後就像剛剛講到 語言學校 真的以前的語言學校 是滿誇張 就是這樣子 才吸引到很多學生 像我覺得大部分 研究中國的學者 像那種 像那種比較老的學者 或是可能 四十五十歲的 他那個一定有在台灣 唸過書 因為在論戰者 他不能在中國唸書 所以這些人 他們透過台灣 沒有探索到台灣 沒有真的碰到台灣 然後 這就一個問題了 然後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 如果要代表台灣文化 也不只是那麼淺的議題 像食物 或是什麼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是要克服這個問題 然後可能我寫的 比較多的是政治 可是 這樣我也是想寫的 比較多電容 就是 這樣可能寫的 什麼 泰國文學 電影 什麼 對啊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想問一下 因為你剛剛 只是 不過是 國際媒體 你剛剛沒有提到 Socian Morning Post 然後 The Post 它是其實 它是一個對 法人類有興趣的人 它是算是 比較重要的媒體 然後我覺得 像 你怎麼看來 就是 Socian Morning Post 對台灣的 報導 怎麼樣 或者是 它 你剛剛發現買到了以後 它有沒有變化 對 對 我們會蠻容易解的 只是 Scian Morning Post 現在變得蠻誇張的 所以他們就說 民主啊 不是 價格啊 然後有時候說 那些年輕人被逮捕啊 這是好多事情 所以他們都 他們真的 像中國 我覺得還沒有用策略 是很聰明的 就是 把真的新聞 跟他們自己的看法 就混起來了 所以像 Scian Morning Post 現在就是 Jack Ma買下來了之後 以後就變成這樣 有些他們新聞報導是認識的 然後有些就是 他們自己的觀點 然後賽進去 另外一個 就是 Six Tone 其實他們是在 The Paper下面 對 他們也是 一樣的策略 然後我覺得 像中國有些就是 人民日報啊 然後這些的 新華社新聞 他們寫得是有點誇張的 就是比較聰明的 就是混起來 所謂的客觀新聞 跟主觀新聞 然後就是 讀者都很難分清楚 所以我覺得 Scian Morning Post 現在越來越變成這樣 然後可能就是 從那個 最近的事情以後 自己的 越來越 現在越來越 越明顯 他真的立場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看他們最近的那些報導 是比較 蠻明顯的 他們就是偏重 如果就是對標誌來看 如果你要把你的文章 編成比較更偏見 你有兩個最好用的方法 第一個是 你要關注 你要關注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 你要採訪誰 所以 Scian Morning Post 他們 關注的 大部分 都是 在台灣發生了 某一件事情 中國會有什麼反應 這是他們基本的問題 你看到他們的文章 都是他們基本的問題 所以 雖然 這個問題 感覺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是 如果 這個問題 是他們唯一的問題 那 看完這個文章之後 你 只可能 會有一些 理論 一些 conclusions 然後 他們採訪的人 如果你 比較 很詳細的 看 大部分是 一些 教授 然後 可能 就是 比較天然的 教授 大部分是這樣 嗯 對 這差算 我覺得 現在是比較誇張的 因為 我覺得沒有太多關注 這個東西 我最近還想寫一篇文章子 然後標題是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s dead 因為我覺得他們 他們有很多歷史性 他們今天很厲害 非常厲害的 但是現在的話 現在他們有一個人 就是一個中國的律師 一個人權律師 被逮捕一年 然後沒有人提到任何消息 然後他們就說 OK我採訪這個律師 然後這個律師 他自己的律師 也沒聽過 他的老公也沒聽過 什麼是任何消息 然後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我們可以採訪這個律師 一定是跟中國政府有聯繫的 然後這個採訪是什麼 就說 我犯罪了 對 我都犯罪了 就是中國 那個 中國做的是對的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 所以那時候 有一些人開始是注意到 那天是蠻奇怪的 然後從 人家開始在討論的事情 然後把他們的那個 中國部分都關掉了 然後他們的陣容也都刪掉了 對 所以 就 死亡了 我又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剛才提到就是 有關於外國媒體在台灣 甚至有幫台灣會做一些辯護的 counter argument 那 跟我在15年前其實那個感受到 就是剛好非常不一樣 當時就是 我接受到任何所有的採訪 每個都是問兩岸關係 都問中國 或是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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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要去跟他 去討論這些 但是 即使到了後來 都幾乎沒有辦法來出來 因為 那個整個主流的一個觀點 但是這個變化 到底什麼時候才出現 就是說 那個時候基本上 幾乎沒有看到 We are basic alone Fighting all 全面的戰略 全面的戰略 對人的戰略 但是現在開始有一些人 願意來講一些話 這中間的改變是 從哪個地方開始 特別是2002年以後 還記得 就是 台灣加 中國加入WTO以後 那個 大型的事情在中國 所以說 大型的故事在中國 大型的故事在中國 那 外國在台灣 住在臺灣的分社都把他撤退 他們把一個老人送到臺灣 只要當臺灣有些事情發生 所以當然會增加 臺灣只有有事才會發生這樣的官邸 所以說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是覺得事情變得更糟 但我覺得從你們這邊來講 好像事情變得更好 所以說我想知道這是為什麼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有沒有比較跟日本的媒體 因為我有發現臺灣的媒體裡面 就是說那個japan media is its own group 然後anything non-japan media 然後那個是另外一個group 然後basically那個是英語這邊為主 那麼你們做過比較跟日本駐臺媒體之間的一個 coverage的那個比較 然後因為比較有趣就是說 我注意到日本對臺灣的報導開始越來越正面 然後影響到日臺關係 是因為有大量日本的媒體在臺灣 然後他們在臺灣做的那個事情 不僅只是coverage的政治議題 他們有非常非常多文化的 還有其他歷史各方面的那個東西 通通在那邊跑 當外國民在臺灣只看到臺北的時候 他們會跑到高雄會跑到屏東 會跑到這個台東 會跑到這些地方去 當然因為跟日本在臺灣有一些歷史的聯繫 所以有些歷史素材可以發展有關 但還有沒有一個事情 所以我的印象是那個時候 日本媒體在有關於在臺灣的coverage上面 他實際上總比當時英語媒體為主的 這邊還要更行進步 有關於對臺灣的深度的報導 但是我不曉得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要不要幫我做個比較 就是說你知不知道這個部分 謝謝 那你要不要講那個 你看有沒有要建議的華人 像國際媒體有什麼的專案 但日本媒體會不會講的 那問問呢 如果有什麼改變的 叫做大陸域發展 你會有什麼貿易的事情嗎 呃 好像有 好像有 因為最近 我最關注的是 媒體整個討論才總統 因為如果你看那個 2012年那個時候 有很多美國的教授 還是政治人物 他們都會說 嗯這個人他可靠嗎 我們可以相信他不會 不會麻煩嗎 然後大概有一些 那個State Department的一些人 他們 到最後說他的一些壞話 然後 引發了一些問題 所以 所以 好像有很多美國就是 關注台灣的美國人 真的很懷疑 蔡總統 然後覺得 哦 他可能是 下一個純粹點 嗯 所以他們 他們都很擔心這個 但是最近 如果你看 呃 就是在 在華盛頓DC 那些 那些人 這麼討論他 最近我覺得都很正面的 他們都覺得 哦 他現在 用這個 兩岸 呃 政治 是 很有道理的 然後他們 嗯 我覺得他 現在受到很多肯定 啊 所以我覺得 這個 趁 呃 呃 我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改變 有發生 可能是 因為 他們是 他們有看到 無論有哪一個總統 呃 台灣跟中國 還是會有一些 一樣的衝突 然後他們看 那個關係 越來越有 就是有一些 問題 所以他們 就是沒有那麼的肯定嗎 總統的 呃 呃 leadership 他們才會覺得 嗯 可能台總統 也可以 呃 你總是對嗎 呃 應該吧 我覺得他可能是一個新一代 就是記者 像可能就是有一些 這樣 像比較多 以前不是當記者 然後現在還是當記者 但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我只是沒有調查 台灣 這樣的 英文記者 這種歷史 嗯 不只是 記者而已 也是 也是學者 對 對 還有 對 就是 我很常會看 那個華盛頓的 forum 他們他們討論這個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討論有變化 然後那個 那個 Richard Bush Richard Bush 是Brookings Institute的一個 大人物 然後 他都會用很委婉的說法 呃 平常不會刷到重點 但是 但是 就是從 他的 維吻的說法 來看 我覺得他 越來越 呃 支持 不是支持 但是 越來越好像有 肯定 呃 對 對 裁造 有肯定 然後 我覺得這個 有代表性 很多 很多美國人的 analyst 現在都是非常 感覺上 嗯 那關於一個日本媒體的部分 嗯 像我跟日本媒體有點 遊戲的連結吧 因為以前我留學在日本 然後我會念 日文 所以我日文有點爛 所以這樣我本來可以看 一個日文的報道 嗯 所以日文的媒體寫台灣的話 在日文的話 我就不太確定 這樣怎麼寫 可是我覺得 這是亞洲國家寫 別的亞洲國家 跟西方國家怎麼寫 或是西方媒體 或是西方語言怎麼寫 一個亞洲國家 有種差異嗎 所以可能這樣的話 日本 當然是台灣跟日本有的歷史 所以可能他們寫台灣 就比較 sympathetic 一點 嗯 可是我覺得 像我 我真的也覺得台灣的媒體 英文媒體 跟日本的英文媒體 是有點類似的 就有 類似的情況 然後 他們有一些 他們是有比較 日本的 他們就有一些 一些 媒體體能是發展的 我記得 像Japan Times 就是日本時報 可是他們是 所以他們是 像日本時報 他們的經費 他們錢 大部分是從做課本 語言課本 所以像我唸日本的時候 就是Pantheon 做課本 所以真的 對啊 他們的記者會說 不是你們做課本嗎 對啊 或者西方國家怎麼暴露 或者西方語言的媒體 怎麼暴露 或者暴露任何的亞洲國家 是有種差異嗎 亞洲國家 暴露別的亞洲國家 可能是 會比較 similarity 在那裡 這樣 做菜 好 就是說 因為今天講的是 台灣在國際媒體的困境 然後突圍 我們在講比較細 具體的例子 比方說剛提到川菜庫的時候 川菜店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們觀察 比如說 台灣在美國的媒體 國際媒體上面怎麼呈現 有發現有兩次 第一次就是說 川菜店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第二次就是剛 Kiss有舉例 第二次路透社來訪問 蔡英文 然後後來去訪問川普 然後作為一個川普 就是說不要有第二次川菜庫這樣的新聞 你們觀察這兩次事件啊 在國際媒體上面 台灣這個是怎麼會呈現 你們覺得有什麼問題 當時你們作為台灣產自新聞的人 因為剛看到的問題就是說 台灣有做英文媒體的這種醜質很少 而是常常要引用台灣的立場 會就是用這些在台灣的英文的媒體 然後你們可能也會成為被引用的對象 那個時候你們看到國際媒體上 呈現台灣的方式有什麼問題 那你們當時決定要怎樣反應 比方說Kiss 你做你自己的廣播節目 一定也談論過這個問題 那時候你怎麼樣去挑選來賓 然後你怎樣設定節目的方向 然後去回應這些國際媒體對台灣的呈現 那Brian要怎麼做 這樣子 然後現在之後為什麼 我就看到很多釜方的人士 所以 如果你們觀察在那些事件裡面 比方說台灣的政府 在回應這些議題 比方說你們對國際媒體回應這些問題 你們覺得釜方的表現怎麼樣 如果你們建議台灣政府要去 下次要變一張 因為就是這樣的問題 你們覺得台灣政府可以怎麼樣反應 謝謝 我覺得有時候台灣政府比較不要管那麼多 然後就是譬如說幾年前 The Economist經濟雜誌 他們有發了一個文章 然後那個標題就是 媽的笨蛋 可能這裡的人會記得那個 可能這裡的人會記得那個 媽的笨蛋 好像翻譯到中文就是 媽的笨蛋 然後其實寫那個文章的記者 我有認識 但是經濟雜誌沒有一個byline 沒有說出記者的名字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不可以說出是誰 但是他沒有跟白天說的一樣 他沒有說那個title 所以他就是很驚訝 後來有這麼大的反應 因為有媽的笨蛋 回到台灣之後 好像反應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大 大概過了一個禮拜 一直有人討論這個 然後馬總統的那個team 他的團隊好像需要用一個很激烈的反應 說他不是一個bumbler 然後我覺得其實到現在 很多人在批評美國的總統 對吧 然後他本人會一個的一個的都會有反應 但是那個就是他的問題 他不要不要像他那樣 我覺得如果只是比較專業的總統的話 可能不會 他的team他的team他的團隊 他們不會有什麼反應 只有他而已 就是因為有那麼大的反應 沒有什麼幫助 然後其實我不是一個什麼政治的strategist 所以我現在是亂講 但是其實我本人會覺得 我本人會覺得有時候 有時候台灣會把外籍媒體放在一個 petasol的上面 petasol怎麼講 太長 高台 就是會擴大那些媒體的重要性 有時候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就是譬如說其實那個reuters 我們提到的那個reuters說 川普拒絕了才總統的建議 就是我們再一次打電話 好像在台灣有很多政治人物很生氣 但是在美國如果你調查 大部分的美國人他們沒有看過這個文章 我說了大部分的 我應該更正確的是 應該是99% 就是真的 真的沒有很少人會關注這個 所以雖然在台灣 我們會感覺 這個真的很有很大的重要性 其實在別的國家很少人會關注 所以其實我 這個有點矛盾 因為在一個方面 其實 外籍媒體很重要 但是在另外一個方面 不要誇大 不要誇張 誇張他們的重要性 所以 Bride 你有什麼意思 我覺得大部分美國人一定 一定沒有聽過台灣的這個詞 所以我覺得他們聽到說 Trump Thai phone call with Taiwan 他們都會 他們都找一種框架來 他們都不認識什麼東西 他們都放在一個框架下面 所以可能以為 對 很多美國人 像他們一曾聽到台灣 他們以為 欸 台國為什麼會這樣 對 或是他們認為 泰國跟中國的關係 怎麼負面嗎?我都不知道 或是都以為 因為美國是支持很多 像第三世界那種 基隆派那種獨裁 所以可能以為台灣還是這種情況 他們可能學到講解實實 來一點點 在告狀 然後他們記得一點點 所以他們覺得 應該還是一個獨裁的國家 所以OK 應該支持的話 那不是個好事情 但認為中國為什麼 美國的自由派沒有實施台灣 也有可能是這種原因 所以這樣 像Vidians 是用這種frameworks 所以多次會這樣討論 是一個frame 一種故事 所以是聽到一個東西 就會把這個 放在一個 已經聽過的故事下面 然後我們這樣才可以了解 一個不了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特朗普蔡風口 很多字是這樣 然後這也認為 是台灣的政府怎麼回應 像 特朗普是用很多twitter 然後我覺得 蔡英文也可以用twitter 這不是要寫那麼誇張 這不是要寫那麼誇張 這樣是蠻簡單的 真的的話 這樣會被爆了 像我覺得 特朗普蔡風口 這有點 真的重要 像不是的風口 是在twitter 特朗普有兩個tweets 其實是150個字 然後這影響很大 影響是全世界 所以我覺得如果蔡英文發 有一些回應的話 這樣也是蠻有幫助 像 可以看像印度跟日本 我們最短的 在幾年前 我在討論 只是想像Modi 跟阿北 在印度跟日本 這樣 越來越近 然後怎麼看得出來 就是看起來 Twitter在互動 然後當然是用表演 像 I had a great time talking yesterday Mr. Modi 你剛剛提到很多美國人 還是以為台灣 是一個獨裁的國家 你可能要再補償一下 因為很多 平常我們會說 是很liberal的人 是很liberal的人 但是到那個 封印度跟日本 中考的時候 他們還是覺得 這是很負面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那個 Cold War 的想法 很有 就是 影響到這個反應 應該就是 最多美國人聽到台灣 可能是跟冷戰有關 所以就是 也是可能知道 中華民國 然後聽過 講電視 什麼類型的 所以雖然這可能是什麼 30年前的歷史 他們還知道台灣的 這部分 像是在高中的 歷史課本唸到 這樣 有所講話嗎 對 對 所以 很多人 可能還 他們會覺得 就是不了解台灣人 他們可能會覺得 欸 中國跟台灣 他們的政治制度 都是差不多 所以這個 那不是 因為 每個國家有這些特色 都有這些歷史 他們可能會 以為 就是因為 領導 就是領導跟領導 有一個矛盾 但是跟人民沒有關係的 所以 這個 誤會 我覺得 現在 在美國很常見的 嗯 所以我覺得 台灣政府也是可以回應 這些東西 做得比較聰明的方法 像我覺得這不是很難 是如果 OK 真的看民進黨 他們有時候 這應該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裡面 他們真的 他們管英文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可以 加強 我覺得他們真的 就是 developed type of resources 這個部分 然後真的 這不是那麼難啊 在Twitter就是 補一些東西 然後真的 國際媒體會爆 然後是表達 他們怎麼看一件事情 像這樣 這是文匯時代 然後這樣的話 是可以用網路來 劇集結跟市民公眾的 就是 像社會媒體啊 或者FBI啊 我覺得 好 好 這邊還有 好 不好意思 我很緊張 我想說 你們都說 百分之 九十九的美國人 沒聽到台灣 可是 我的朋友都聽到台灣 就是因為我 但是 他們大部分 都是開放人 他們看美國媒體 那個 紐約時報 那個 華盛頓郵寶 就是 不支持台灣的文章 所以我告訴他們 台灣就是怎樣 我們就在這裡 我認識很多人 台灣就是怎樣 他們沒有 相信我 就是 沒有相信我 我問他們為什麼 他們就說 紐約時報 就說 這個這個這個 我說 你們為什麼看這個 紐約時報 可是 我大部分的朋友 就看那個 比較開放的媒體 所以你看那個 在美國 比較保守的媒體 我不喜歡保守的人 可是 真的美國保守的媒體 對台灣說的 寫得比較對 可是 他們沒有說 沒有看到 所以 我想說的就是 我 已經知道了 台灣的美國人 也不支持台灣 因為 他們看到的媒體 不支持台灣 還有 我 跟他們 有什麼對話 我就問他們 OK 所以你為什麼 有這個信仰 就不是 New York Times 而已 你還是有其他的信仰 就怎麼辦 他們就說 可是 亞洲 他們的文化不一樣 他們比較 克服他們的領導人 他們比較 還有 Collective Society 所以我們的民族 可能不適合 不配合 亞洲的文化 所以我告訴他們 可是台灣不是這樣啊 台灣人 非常不喜歡 聽到他們的領導人 還有抗議 就是他們的 修憲活動 所以 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有什麼美國人 已經知道台灣 還有支持台灣的人 支持台灣的人 跟他們說 可是他們還不支持台灣 就是怎麼辦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那我吃到草莓 就是 怎麼樣讓台灣更說話 你嗎 什麼 所以問題是 怎麼樣讓台灣更說話 你嗎 就是 怎麼讓已經知道台灣的人 在美國 比較了解台灣 就是 因為 美國的媒體 現在 不支持台灣 你懂我意思嗎 嗯 其實 我 我不要完全侮辱 美國媒體的 愚昧 其實我覺得 他們寫了很多的文章 都是很棒的 然後 有時候 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 會被批評 所以這個 這個制度其實沒有那麼的爛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很好的部分 但是 他 提到的 我覺得 是一個很有趣的部分 就是 大概 比較 conservative 的人 這個就是我說的 就是比較保守的媒體 對 協準的就對了 對 就是 我朋友看的媒體 沒有說 對 這個 這個可能 也是因為 那個歷史的關係 就是那個 Cold War的想法 是因為他們還是想 他們 他們比較 主動的 反對中國 是因為 他們覺得中國 是一個工廠國家 所以 什麼 什麼方面 都要 反對他們 我 我 有看到很多 就是 啊 分析者 都有這個想法 可是我的問題 不是 不是 分析 不是 分析 whatever 就是 各種各樣的人 就是我的朋友 還有 他們沒有什麼 Cold War mentality 就是 他們覺得 亞洲文化 不需要 民族 所以他們覺得 中國 不錯 他們覺得 中國還可以 所以台灣 為什麼可以 中國這個麻煩 我正認為 世界真的不是那麼國際 雖然我喜歡討論 什麼 全球化這些東西 大部分人 蠻多人 一輩子會 所以看台灣 有時候 像我記得有一次 我這邊有一個朋友 他是非常非常擔心的 然後他只說 我覺得 德國啊 其他他做了一些好事情 我說 看蔣介石 那是什麼好事情 因為這樣說的話 所以很多次 就是 像亞洲文治有點 依靠相對主義看世界 就不繞進 所以我覺得 像你需要連接國家 外面的東西 有時候不太熟悉 所以我覺得 就是 跨國家 跨語言 溝通是很重要 像外國保守派 為什麼比較支持台灣 像我真的 像我 我蠻多次被罵 因為我很常說這句話 因為就是 很多台灣人 跟很多台北人 他們都沒有跟自由派交 跟他們溝通 因為是比較容易 依靠 共和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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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所以他們是比較容易 所以都不會做那麼的 outreach 然後 他們就是 很保守一些 很基友派一些 所以台灣都被認為 是一個很保守的 你看 既有派的國家 然後我不是想要 我針對這個 可是 有時候我跟他們說 這就是什麼朋友啊 是台灣的朋友啊 所以 對啊 像最近那個 Steven的那個子 他說他認為 美國不會支持 共和黨 在台灣 然後我覺得 他說的應該 美國會支持 所以我這樣提出來 他真的有寫這個 然後他真的有寫 我真的有找出來 他寫這句話 然後 很多人都發佈 說你不能批發一個台灣的朋友 什麼什麼這些 所以我覺得 這樣 我覺得也是要邀請我做的 美國比較多東西 然後邀請我去國際世界 了解台灣多一點 因為國際世界真的是 他們犯罪台灣的 所以我覺得 是要 make it to advance 對啊 不是一直想要去台灣 OK 你們就見我們 是嗎 像你們就想發什麼 是不是 謝謝 謝謝 我只是想要再追問 就是因為今天的主題 如果是突圍 就是台灣如何突圍的話 那 我覺得 以兩位的角度來看 因為看起來是 目前四大傳統英文媒體 在台灣 Ethers已經漸漸示威 不然就是沒有辦法突破台灣 傳統媒體壟斷 財團壟斷的那種情況的話 那 像網路新媒體 或者是 Individual Vloggers 他們在台灣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去 幫助台灣突破 被封鎖在兩岸關係的 那個討論框架底下的一個 讓世界能夠 從一個新的 Narrative 或是Context 來認識台灣的 對 我認為就是 相信媒體 我認為我們 就是沒有太過資源 所以我小資源 才可以做到貿易 然後 真的 我認為 傳統媒體有它的地位 因為真的 我們不像 像 OK 像 Catabot Media 或是New Bloom 我可能是最多的是 每天有一篇文章 像 Tapy Time 可能是每天有幾篇 我不知道 他們自己每天都有報紙 我這邊有那麼多資源 沒有那麼多人口 可以當作 所以我不知道我可以 真的可以做得到 可是另外 真的突破這種情況 我覺得也就是 我覺得 我自己認為 不應該寫台灣那麼淺 因為我覺得 雖然有一個人 不了解台灣 我覺得 應該有 新聞領族者 是一個聰明的人 如果他們看一些複雜的東西 可以透過這個 認識台灣 我覺得多次就是寫得太淺 然後我最好 最後我還會認識他 然後知道他 有什麼特點 我會說台灣是一個 一個 一個 unique的 place的世界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 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要用 我們要用的是 Quality Not Quantity 就是說 我覺得 讓大部分的觀眾 多地要用 不一樣的 了解台灣 這個是沒有很 不是很有感興趣的 不是很有希望的 不是很有希望的 因為 就是 這個世界有很多國家 太多國家 你就是 如果我問你 你作為2R7 就是 最近一個禮拜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沒有一個很好的回答 如果我說 埃及 埃及最近一個禮拜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 所以 這個世界 真的有太多國家 然後 大部分的人 太忙 所以 每個國家 都會有自己的 narrative 只是 沒有辦法避免的 只是 事實 但是 我還是希望 記者 可以盡可能 如果我們 說到 因為 說到台灣 就會說到 兩岸關係 希望他們 還是可以盡可能 說到 就是 台灣的社會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裡的歷史 然後 好好解釋 為什麼 這個問題 還是在存在 然後 所以 那是 跨能力的問題 我記得 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觀眾 不是 很多人 我們的觀眾 其實蠻小的 不是 傳 美國 甚至不是 傳台灣 我們的觀眾 我們的觀眾 是 會說英文的 然後 非常關注台灣的 然後 要有 另外一個角度 來了解台灣 這個 這個市場 非常非常非常小 但是 我覺得如果 那個市場裡面 有 就是 比較 比較重要性的人 還是會有影響力 就是 譬如說 我知道 台北 Times 在美國 真的有影響力 因為 在 華盛頓 DC 很重要的人 會看 那些人 他們沒有時間看 雖然他們的 中文可能是不錯 但是 他們沒有時間看 中文報導 我也沒有時間看 中文報導 平常我懶得 看中文 所以我都會看 台北Times的英文 所以還是會有影響力 然後 如果我們可以 吸引 就是 那些人的注意 學一個 比較 完美 比較 整體的 一個 一個 畫 一個台灣 那 我覺得 這個還是會 對 某些事情 還是會幫助 這樣 一分鐘的時間 有沒有兩個 剛剛是哪一位先 好 我的問題是 像剛 說到 就是 在 英文媒體上面 可能台灣 這個消息的市場 非常小 然後可能不是 很多人都會 對台灣會有興趣 然後很多人 也沒有時間關注 世界上每個地方 發生的事情 那可是 在台灣的 例子上的話 我們的國際地位 可能是很 很尷尬的 所以我們在很多事情上 會需要 國際上更多的支持 那像 比如說最近的例子就是 WHA 我們沒辦法去參加 可是這件事情在 國際上的報導 好像並沒有那麼多 可能 Same Sex Marriage的報導 可能更多 那 我的問題就會是 接下來我們就是 UN要開大會了 那台灣有沒有什麼 那台灣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 就是 我們的政府 跟我們的民間團體 在英文外面 都會有很多的活動 跟一些 宣打團 一些 protest也好 那有沒有什麼 方法是 譬如說在媒體工作 或者在政府工作的人 可以去 推動 讓這件事情 在國際上更 會更被看到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問題在哪裡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就是 針對 UN General Survey這個 我們的外交部長 也有 到媒體上去投書 然後他寫的那篇文章 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謝謝 等一下 剛剛是不是還有 就一起問完 然後我們就 一起回答 是不是剩下一個問題 對不起 對不起 謝謝大家兩位 就是說 這一個 議題被關切 是一個 議題本身 需要具備的一個能量 那 以你們兩個在台灣的經驗 有兩個 這個台灣的政治現象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關切跟報導過 有一個 華語的說話叫做 小英信交權用幾次 這個政治現象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關切過跟報導 另外有一則叫做 偉大的祖國 中華台北 這兩個 這一個 這一個台灣的政治現象 一個是 針對台灣的年輕世代 再給教導一個偉大的祖國 中華台北 這樣子的 現象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灣的國際 從事這一個 從事這一個 所謂 第二三線 要在國際中間從事交易的過程裡面 這一個 所謂小英信交權用幾次 就是 竟然成為一個台灣的 台灣的 言論封殺的 具體模式 因為這樣子 把這一系列的文章 用FD 把它給 被磨殺掉 那這樣子的 如果說這樣子的 政治模式 沒有被報導出去的話 國際會關節台灣的言論自由嗎 國際會關心台灣的年輕人在意什麼嗎 來 請進 好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剛剛說起了兩個 有的問題 但你們就 聽看 謝謝 所以 關於這個突破 台灣不被認懂這個問題 我覺得 這不應該那麼保守 我覺得 需要想新辦法 讓世界人認識台灣 然後我覺得 需要主動的找到新辦法 然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覺得 最好需要找到這種答案 像關於這個年齡國的事情 真的蠻多人在英文媒體世界 他們還說 對啊 台灣不應該要求太多的從國際世界 他也不想offend這個國際世界 所以就說 那年齡國 放棄好了 放棄 對啊 然後還有人告訴我 年齡國不重要 不重要 然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麼 像 怎麼可以說 年齡國是一個 不重要的一個組織 然後 所以是這樣 不應該那麼保守 需要主動的找新辦法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什麼答案 我沒有什麼具體答案 就我覺得 對啊 然後這樣的話 如果可以找到什麼新辦法 然後我覺得 可能很自然的 最吸引到國際內心 這些問題超有難度 這些問題超有難度 如果有人來到台灣 我還是不能說 你怎麼會讓大部分的人更了解台灣 因為這本來就是 不是我的 我沒有做過這個工作 我的觀眾一直都是住台灣的 但是我還是會覺得 有很多人會住在台灣 然後他們 他們 不會碰到台灣的社會 他們 不會講中文 還是不會 參加什麼活動 然後他們的朋友 全部都是外國人 就是 很多人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就像是 ICIT 還是另外一些 英文媒體的機構 我們 就是我們的責任 在台灣社會 在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如果你 還有參加 還是你要 進入這個社會 你怎麼可以做到 就是 有時候 我們真的回過 非常非常 當地的新聞 但是我覺得 這是蠻重要的 因為 如果你是個外國人 然後你的中文沒有非常好 然後你就會看到 路邊 可能會看到 他們在燒一些紙 還是 做一個 遊行 你就 就會很懷疑 現在才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你不會 沒有人跟你介紹 這些東西 所以 我覺得 我們要提供更多方法 幫那些外籍朋友 進入台灣社會 然後 他們更進入 他們 回到自己的國家 他們 可能 比較能夠 解釋 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 所以 我不能說 全部的媒體 該做什麼 還是 我不能說 台灣人 應該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 從 我自己這個工作 就是 當地的英文媒體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我們要更努力 幫外籍朋友 了解 台灣社會 發生什麼事情 謝謝 謝謝 因為今天時間 我們今天稍微有點晚開始 所以也有點比較晚的結束 今天的題目對你們兩個來講 那實在壓力太大了 因為題目是台灣如何在國際媒體 都突圍 然後問的問題 有點超問 就是那個 太沉重了 可是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媒體過程裡面 其實很謙虛的 一直說自己沒有辦法做什麼 可是他們是默默耿耳 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們可以想像每天 產出一篇文章 他們是有多麼辛苦 壓力多麼大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先 我們因為就 時間就先到這裡 如果等一下有問題的話 我相信還有 那我們就 等一下私底下可以再來問問題 或是有些意見可以講 尤其GIS 下禮拜就要回美國了 所以應該要把握機會 再跟他多一些聽教 那我們就掌聲再 謝謝他們兩位